盛小姐 我要为我之前的鲁莽 跟你道歉 情急之下 我向你误认成了我太太 希望你和沈大哥 能够原谅我 不必了 萧副司令 其中原委我已经都知道了 您的妹妹淑姨小姐 来找过燕青 说实话 要不是亲眼看到您夫人的照片 我也很难相信 在大阳彼岸 竟然有一个 和我如此相像的女子 我但因为您的面容 就像您无人为我太太 她若知道了 心里一定会很难过的 萧先生 您不必自责 我想 要是您的太太知道 过去了这么多年 您依然对她念念不忘 她在天堂一定会很幸福吧 她恨我 是我错怪了她 她的离开 就是对我最大的惩罚 也是我毕生的悔恨 我想去弥补 可我无能为力 沈小姐 如果是你的话 你愿意给你丈夫 一次弥补的机会吗 既然我们两个是不同的灵魂 那我的回答 也没有什么借鉴性 但是 我可不会给我的前男友们 再次犯错的机会 不然我就永远都遇不到燕青了 所以啊萧先生 我觉得 你还是应该朝前看 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嘛 可能 你和你的太太 之前有过很多不幸 但是 我觉得你应该 去谈新的恋爱 拥有新的爱人 而不是纠结于过去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小副子凌 你要的咖啡好了 盛小姐 什么时候去的有花啊 十岁 盛保罗女校 现在还有我的作品呢 北辰 北辰 你来了 来了也不说一声 回来了 回来了 盛大哥 昨儿我来 是来跟你请罪的 生死是我太冲动了 有什么请罪不请罪的 事情都过去了 正好家里有几瓶红酒 今天晚上咱们兄弟俩 不醉不休 妈妈 妈妈 小克 来 叫人 见到叔叔也不叫一声 没礼貌 叔叔我妈妈 要我吃药 我不吃 我就是不吃 好啊你 章妈 小鬼在这里不吃药呢 来了 太太 让你不吃药 妈妈 桌面藏的时候不能耍赖 小克 叫香叔叔 叔叔 叔叔 沈大哥 我不知道你们连孩子都有了 哦 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 他叫沈柯 三岁半了 来 儿子 好啊 给叔叔唱个歌吧 唱个英文歌 嗯 踩在雪上 在一座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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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唱得好 真乖 妈妈 爸爸表扬我了 你要讲给我吃冰淇淋 吃冰淇淋 嗯 我们冰淇淋吃很多了 肚子里会长重重 我们喝橘子水好不好 好 哎呀就是惯着孩子 喝橘子水肚子里也长重重 沈大哥 不好意思啊 行 今天还有些别的事 我们改天吧 不是说好一起吃饭的吗 哦 我还有军务在身 谢谢你的好意 小子吧 哎 北辰 小布子林 可儿 我们喝橘子汽水去 嗯 妈妈 妈妈 沈大哥 你醒了 沈大哥 说实话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北辰这么落寞的眼神 看得出他很伤心 他伤心 他再伤心 也换不回我未出生的孩子 杭靖 虽然我们来之前做了朱德的准备 但是身在其中 我才体会到 你以前那种惨痛的遭遇 不是常人可以面对的 毕竟你还没有正式加入组织 如果你感到为难的话 我可以跟组织深谦 沈大哥 自从竞标的消息一出 我知道你们就试图派人打入东大营 也了解肖家对日本人的态度 可是东大营却始终是铁板一块 杜恒又在随岭铸守 我很清楚 我是目前最能接近肖北辰的人 你放心 既然我同意回来 既然我同意回来 就不会让私人感情影响到我们的任务 好